今天咱们体验一下古人的喝酒方式 用清瓶酒气喝酒 这是洗酒清瓶器 三合万象 然后这是他配正的一套 七合 里边装了一个风酒服和两个酒杯 这酒杯是相当的重的 有点想体验一下不 要不要和我对饮一个 等于会结束 对军酒 我的天 现在那个真的好重 厚重感十几块 太漂亮的一个梅特酒气 这个七合做的也是相当美 精致厚重精致 这应该装了是洗酒 但是来咱 还是来喝茅台200毫升小茅 前两天开的 我的天 我家里这个得倒多少酒才能倒得满 哈哈哈 起码得到那个三十毫升 二三十毫升是不是 有点深的 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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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咱们做个秀就行了 其实这个时候我应该旁边就想 接着周月接着午 接着周月 接着周月 镜头里面有没有感觉 跟你说胆子了 那我这样 这样的 可以 但是这样我就喝不到了 可以吧 可以 这个感觉 来 哎 你们怎么样 但确实很有仪式感 要是录专辑视频的话 你们这里特有文化 特有灭 除了手感重一些 和那个小杯没啥区别 而且容量太大 用这个喝茅台肯定是转的 但是要在酒局上 用这个喝了肯定就亏了 说了半天还没喝 对吧 咱们正式一些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配一个古典乐 啊 仿佛梦回青铜世界了 这个时候就要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 这个 自尽青铜文化 那以前这个金属的事情 还可以温酒一下 嗯 没温酒 之前又没有玻璃 咱们喝了这一杯 温酒 嗯 有感觉 但更多的作为一个 您酒柜上的那么一个陈涅瓶 相当的漂亮 嗯 嗯